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今天一年一度的谷歌IO大会要正式开幕了 在本次大会召开之前,业内普遍猜测 谷歌会带来更多有关安卓N的开发进度 还有安卓VR的更多进展 硬件方面有可能会推出谷歌自家的VR设备 而新项目方面则会有室内地图Tango和模块化手机ERROR的最新消息 除此之外,今年的IO大会上,不出意外我们还能看到小米的声音 日前,谷歌兼现任小米全球副总裁余果巴拉 宣布了两家公司将与本周碰头的消息 小米将在谷歌网络开发者年会上首次亮相 期待吗?究竟小米为世界极客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大惊喜呢? 同时,她还分享了灰尘配色的图片 不过,这个大惊喜不用等到IO大会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了 从余果和小米官博互动中 我们不难猜出,这个惊喜就是小米盒子 而这张对比图则可以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猜想 国产厂商纷纷出征海外 联想则选择在印度更新Moto的这系列产品线 这一代共分为J4、J4 Plus和J4 Play三个型号 前两款均配备了5.5寸1080P屏幕 销龙617处理器和3000mAh快充电池 其中,Plus还拥有一颗搭载线位对焦的1600万后置摄像头 另外,J4只有2GB ROM加16GB ROM一个版本 而J4 Plus则会多提供一个3GB ROM加32GB ROM的选择 目前这两款产品,前者定价为169英镑 后者则为199英镑起售 6月初在欧洲和印度开卖 至于国内什么时候上线,那还要再等一等了 不过,定位最低的J4 Play可以确定在今年夏天全球上市 就是不知道,骁龙410处理器和5寸720P屏幕 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另外,1加3的官方渲染图已经曝光了 被金属机身取代的个性被盖 似乎也取代了1加在我们印象中不将就的样子 不过,就连诺基亚中国都要和上海贝尔合并了 还能指望谁给我们要的天长地久呢? 最后,国球乒乓一直是我们的骄傲 但小时候,有没有过想打球却没有人陪伴的苦恼呢? 如今,有了这款机器人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小伙伴陪我玩了 更加难得的是,她还拥有专业级的陪练水平 说不定一不小心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